好,今天给大家录一下这个第二期的课前准备 咱们二期跟三期以后都用这个分辨率 1280乘720是为了照顾咱们的笔记本用户 因为第一期比较大 然后笔记本用户全屏也看不过来 所以咱们就把这个分辨率改小一点 也尽量让大家看成高清的,对吧 其实这个第二期呢,录制的要比第三期晚一点 第三期其实现在已经有11课了 咱们第二期刚有6课 然后还被我删了3课 现在变成3课了 要说一些问题 你看我这有七十本,对吧 要说一些问题,这是咱们学前必看的 必须看 一个就是编程的问题 我在第一期最后一课我也说了,对吧 而且你们入学的时候我也说了 编程一定要学 不懂编程,你永远在破解里是一个菜鸟 然后咱们的第二期呢 也会用到大量的圆码 这样的话你不学编程你也看不懂 对吧,这些东西都说过 所以没学的,一定要先去学 为什么先学C,我也和你们讲过,对吧 你能看懂大部分的语言 但你直接学E语言的话 那你只局限于 局限于你看懂E语言 其他语言你都看不懂,就这个意思 所以咱们要先学C,然后再学E 当然你要直接学E的话 反正我倒轻松了,对不对 倒不用给你讲解C的问题了 也是出于负责人的缘故吧 让你们先学C 这是一个编程的问题 再有呢,就是咱们学习 这个,咱们150课呀 咱不说单纯的这个第二期啊 150课 肯定会学习到一些 就是你在别的这个教程里 能看到的内容 就是有重复性 这是必然的 这是躲不开的 给你们举例的 就比如说,咱们上小学 你隔壁班 比如说你是一班的 对吧 一班的 一班老师 你们老师教了你们一个乘法口诀 对吧 数学学数学的时候 教了你们一个乘法口诀 一乘一 一得一 一二得二 这个东西 然后那你们一二班 就不许再学这个了吗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也是可以学的 只能说 很不要脸的说 就肯定讲的更好吧 是不是 更让学生理解的更透彻 这是一个学习的重复性的问题 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讲东西啊 不会再像第一期那么 那么就是详细的 那么讲解一个问题啊 一个基础的知识 不会详解的那么详细了 那属于如果第二期还那么讲 那属于浪费时间了 对吧 当然如果说特别关键的题目 我还是会详细的仔细的讲解啊 一定会让大家明白了明白明白的 但是至于那个第一期基础的那些东西我就不会讲的太仔细了啊 这是一个这个 基础的内容 基础的内容 详细度的问题啊 再有就是外挂录制 嗯 嗯 我本想 本想就是第二期咱们用真实的外挂来给大家做一个啊 叫实战的 网络验证以外外挂破解 对吧 但是我录了六节课 为什么刚才说删了三节课呢 很不实际 为什么 就是 我录完以后啊 没几天 外挂更新了啊 不能用了 啊 不实际 我录制出来以后到你们手里 就不能用了啊 然后你们你们只能看我的视频 课件已经没有意义了 所以这样的话 我就不如我 我呢 我写一个软件啊 功能 和真实的外挂没区别 对吧 可以让你们无限期的 去实验去练习对吧 总比那个 虽然是真实的外挂啊 但是你不能厌手 那钱 那这种 没什么意义 对吧 所以我就写了一个 尽量吧 尽量这个 我也使用真实外挂啊 然后 不实际的时候呢 我就要会写一些东西啊 功能是和外挂是一样的 技术 技术是 是熟练的 不是那个是灵活的啊 你们要灵活运用 这是外挂的录制问题 再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相关工具啊 相关工具 我也会像第一期一样 你第五课用的工具 我就在第五课里打包啊 第八课用的工具 就在第八课的课件里打包啊 你们就去相应的这个课程的课件里去找啊 这是相关工具的问题 再有一个 就是用心学 比如说 那我发给了某人啊 就不点名了啊 像这种问题很多 不是说发生在他 不是说发生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啊 所以我拿出来说一说 发给一个人 一个教程 问我啊 这个教程的名字叫 嗯 什么什么什么啊 30课 对吧 30级全 问我 恒大 你发这个一共多少课 那不都写着30级全了吗 你还问我 啊 这是一个 再有 就是 恒大在吗 啊 我当时没有在啊 然后看到以后我说我在了 然后他又不在了 我又问 他过一会又问恒大在吗 然后当时我又在了 我说我在了 他他他又没在 啊 然后结果最后等了我一下午 什么问题呢 问我恒大这是 这是真码吗 啊 我等了你一下午了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码 大哥你怎么不去实验一下呢 对不对 等我来了以后我告诉他 嗯 我说那你去试试你不就知道了吗 结果他也是啊 是真码 你这不是蛋疼吗 呵 你不自己去试试你 哎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大胆的去实验啊 最近很多人有一个同样的问题 发生同样一个毛病啊 就是遇到一个软件啊 分析了半个小时 觉得没有细了 是吧 说让我给讲讲 我一看很轻松很容易啊 很很容易 然后就 这这这个问题也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啊 也是大家大部分人的问题 啊 你看很容易 我跟他说啊 这个你能破解啊 仔细的分析一下就可以了 哎 结果他就仔细分析破解出来了 其实就是没有耐心 对吧 就是没有耐心 大胆的去实验 大胆去实验 没问题啊 相信自己 别什么都给我发 我发完以后 你发给我以后 我再分析一遍 我说你能破解 这个时候你才去用心的去研究 那不是捣乱吗 是不是 你要相信自己的技术啊 实在是不成了 哎 你得找我说问一下 这什么什么方法都用了都不行 对不对 好 那咱们的课前准备就说到这儿 然后咱们接下来就 看第二期的网络验证以外挂吧 其实这个网络验证以外挂啊 第二期咱们也就算是一个初期的认识啊 不会接触太深的啊 太深的咱会在后边接触 好 那就到这儿 可以接触太深的咱们